记者温瑜的台北报道,下一代幸福联盟提出三项反同婚公投以获众选会出审通过,引发挺同团体不满,同志事件生经人习家威等人因而提送,要求撤销公投。 另因公投降界,也申请停止执行,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今就提案,一,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。 开庭调查,其的诉求不便,但众选会律师说,审议结论并非行政处分,非行政诉讼标的,要求以程序不合法为由,驳回申请。 其停后举例,美国加州曾公投通过8号提案,公投定义一男与一女之婚姻才合法,后经释宪才把这个法案废除,因此宪法可以破公投,公投不能破宪法。 解释自748号已表明婚姻未给同性族群保障属危险,直批幸福盟将婚姻定义为一男一女简直莫名其妙,危险乱法的公投。 幸福盟或4月中获重选会通过的三项提案分别是, 一、幸福盟公民行动纵照由信仪所提,你是否同意民法婚姻规定应限定在一男一女的结合? 二、幸福盟理事长曾献迎所提,你是否同意以民法婚姻规定以外之其他形式,来保障同性别二人经营永久共同生活的权益? 三、你是否同意在国民教育阶段内,国中及国小,教育部及各级学校不应对学生实施性别,平等教育法施行细则所定之同制教育,听同团体不满? 一、二、按之主文,以违反式字第748号解释。 其等五人则出面对旧两岸对众选会提起行政诉讼,令考量公投降界,担心法院审理不及,同时申请停止执行。 本周三旧,二、开过庭后,金针队,一、开庭。 其的律师主张,其等人属利害关系人,借众选会审议结论启动第二阶段联署,护证查队,依据法律效果行政处分,加上相关公投是针对同性性倾向之人,直接影响并限制同志婚姻自由。 此外,公投联署正在侵害同性性倾向之人的人性尊严,是具急迫且难以恢复性的损害。 但众选会律师认为,其等人部署利害关系人,原因在于,任何一位年满18岁的台湾人均可投票,没有人的权益会受到损害。 且审议结论尽是内部机关审查作业,并未对外直接发生法律上效果,并非行政处分,也不服申请停止执行之要件,法官停默语之权案后合办。